他会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去迎合你 你会发现他就是为了你改变的 他会很快的带你去看看家人 他的朋友 跟大家介绍说这是我喜欢的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鱼 爱情这件事情啊 总是会让一部分人开心 让一部分人担忧 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幸福 但有的时候觉得很暗脏 如果你是一个愿意为爱情 而改变自己的人 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包容心的人 十二星座中最愿意为爱改变的星座 前三名 天秤座在小时候的生活环境 家人的工作啊 或者是家人的相对的互动啊 都是比较稳定的 甚至有时候是有点小严厉的 所以对天秤座来说 面对严厉的家庭生活 或者是稳定的家庭生活 他更想要展现一种 比较美好的互动方式 当我们了解了天秤座 愿意为家庭 用好的方式去带动整个家庭的氛围 那你就知道天秤座是一个愿意为爱改变的人哦 你们还是一个暧昧关系 天秤座就会多去了解你的喜欢 透过你的喜欢 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去哪里 他会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来去迎合你 那这些改变呢 如果你没有认真去观察天秤座的付出的话 你会认为他是天然就刚好跟我很像的人 但是当你深入了解天秤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就是为了你改变的 而且不仅为你改变 还要为这个改变 喜欢下去 你喜欢去看展览 他就会变成一个喜欢看展览的人 其实天秤座这样做 除了想要让你看到他是爱你的之外呢 更多的是因为天秤座想要讨好你 他对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不过天秤座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会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 适合什么样的人 好不容易等到了自己喜欢的人 为什么不努力一些呢 所以当天秤座有心而发的想要追一个人 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改变就开始了 狮子座平常大家相处的时候 会觉得他是自我中心的 然后好大喜功的 什么时候都是我我我我可以我帮你 你什么时候看到狮子为什么人改变吗 很少诶 狮子平常那么有魅力那么有号召力 所以别人为他改变是应该的 但是感情世界不是这样哦 当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他心里面很有得失心 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所有的人的目光 都在他的身上 他只要讲话就会有人听他 就会有人觉得他很棒 在爱情市场上当我喜欢一个人 他不太鸟我 他不怎么喜欢我 甚至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他还觉得我不够好 狮子感觉到这种自己喜欢的人 反而不鸟自己 这是多大的挫败感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狮子不知不觉的 就想要好好对方了 那这种讨好呢 也许是霸道总裁式的讨好 或者说是偶尔像小猫一样 从狮子变成小猫 小鸟宜人一样的讨好 慢慢的透过经验就会知道 不能再我心我素了 狮子座可以给你一个定心丸 让你知道他愿意为你改变 就是他会告诉你他未来的计划 他会用礼物来打动你的内心 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对方一直跟你讲说 其实我未来想做什么 或者我未来的计划中有你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呢 狮子的这一张牌是打得极其好的 会很快的收拢人心 你会发现当狮子认可你的时候 他会很快的带你去看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他的同事 甚至带你去他办公的地方 客户的地方 他会让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我就是大大方方的 你是我狮子任何的人 所以带给谁 我都是很骄傲的在跟大家介绍说 这是我喜欢的人 他所做出的改变是非常有诚意的哦 这一点真的我们其他人要多学一学 想要谈一个好的感情 学狮子就对了 愿意为对方改变的第一名就是谁呢 金牛座 哇这个真的是让人大叠眼镜哦 他不是爱钻牛角尖吗 他不是总是心里面放着前任放不下 然后很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吗 金牛座总是反应的比较慢 有些喜欢安全感不喜欢变动 甚至是只想要找个伴 没有想要有什么爱的感觉这样的人 他会觉得说金牛座就是一个安全派 但是大家都是需要互动的 需要各自给对方空间给尊重的 这个时候金牛啊就不太吃香了 你一直纠结着过去 那我现在这个人不重要对吗 所以金牛常常会被逼问 或者是被怀疑说你是真的爱我 还是你只是想要不寂寞而已 有了经验的金牛座呢 他就会知道自己的这些缺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金牛座就会试图想要改变自己 为自己所爱的人做点什么 当天平座改变自己是为了在生活上跟对方磨合 而狮子座改变自己呢是为了让对方安心放心 那金牛座改变自己呢 那真的是没有为了什么 只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恋人 你看这种改变不只是连他的个性也要去磨合去改变 连他的生活习惯都要去退让一步做出妥协 金牛座才会觉得自己是为对方做出改变了 那好在金牛呢他本身就是土象星座 像一个匠人一样慢慢的打磨 也不要太苛求自己但是呢也要让对方看出自己的诚意 犯一次错两次错三次错 但是第四第五次你也会看到我是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了 金牛座在对待自己恋人的时候是愿意把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对方的目标找出一个交集来 然后把人生规划和事业目标做一个转弯的感情 虽然是金牛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 但是是他最看重的一部分 有没有听到只要金牛爱上你 那么你慢慢的就会成为金牛心中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人 在爱情里面愿意为对方改变 既是一个诚意也是爱的表现 当然这是需要一个界限的 像火象星座 这个界限就在于你的目标不能因为爱情而转变 你有了目标你才有价值感 有价值的你再去谈恋爱才是一个好的爱情 那土象星座呢 你可以为对方改变 但是你的这个过程要让对方知道 如果你默默耕耘 然后又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改变的话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个耐心去等待你的哦 像水象星座的你要改变想着对方 但并不是不想着自己 有时候你需要实际一点 当你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的状况下 再去为对方改变的时候 这种真实的改变不会让你有怨对的心情 而最后风向星座 如果你想要为对方改变 生活的改变真的就是你最大的诚意了 因为生活上的自由是风向星座 最想要守住的那一块哦 如果你能把这种心意传达给对方 我最喜欢的生活上的自由都分享给你了 你还是要多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一个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了解自己的状况下 再为对方改变 这份爱才能爱的长长久久哦 祝大家都幸福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